好,又是通識Anthena的時間 今天都是由我Ben 香港文化副會長和我們的會長方世豪先生 繼續講中國文化 好了,現在我們就講中國文化的發展 我們上兩次講過中國文化的發展 我們的講法就是在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裡 它遇到的挑戰和回應是怎樣 由這個發展來說 我們看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在哪裡 所以我們就是用一個挑戰和回應的方式來講 我們就講過中國文化曾經遇過五次的挑戰和回應 第一次就是這個所謂春秋時代的禮崩惡懷 當時的回應就是孔子要求當時的讀書人 要求當時的知識分子一方面要保護禮樂文化 一方面就是所謂樣而敵 這樣就建立了中國文化的一個主要方向 第二次就是秦代 秦代就是這個秦朝的政府 就只顧著這個富國強兵就完全沒有建立這個禮樂文化 所以這個結果就是這個秦朝就很快滅亡了 這樣就是當時起來革命的人很多時候都是會用這個儒家的文化來號召的 所以到秦朝沒有建立這個禮樂文化的問題 那個中國文化的回應就是到了漢朝 從劉邦開始就重新建立這個禮樂文化 用這個儒家文化來建立這個漢朝 肯定這個儒家禮樂文化的價值 好了 第三次的挑戰就是這個東漢的末年 東漢末年就是這個 那個時候就是東漢末之後 這個就是出現這個魏晉南北朝 這個就是到後來到盡朝 跟著到這個魏晉南北朝 這樣當時就遇到的挑戰就是這個所謂五胡亂華 和這個外來的文化 印度文化的傳人 那麼當時這個中國文化的那個回應就是 一方面就是用這個門帝制度 來到這個保護傳統的中國文化 另外一方面就是用這個中國文化的思想 來到去消化這個外來的印度文化 將這個佛學加以消化 而形成所謂中國的佛學 那麼這次的挑戰和回應 我算是成功的 那麼第四次的挑戰就是這個唐末 唐朝末年去到五代的時候 這樣就出現這個所謂 嬌車淫日 寡廉鮮齒 風俗敗壞的社會 當時那個中國文化的情況 就是一個道德很墮落的情況 在這個中國文化生命發展裏面 都是一個很嚴重的挑戰 那麼面對這個挑戰 當時中國文化的回應就是 這些知識分子 讀書人出來 重新說回中國文化的精神 就是有這個宋代漁學的興起 宋代的學者重新說回這個理學 反省文化生命裏面內在的病痛 這種理學的興起就是想挽救這個晚唐五代的問題 這個 這個就是第四次的挑戰和回應 第五次就是這個元代 元代這個蒙古人統治中國 將這個愚者的地位壓到很低下 當時這個文化 這個又是 這個中國文化被外族打壓 將它放到非常之低下的地位 這個中國文化又遇到一個空前的挑戰 那麼當時 那個上次講到就是這個愚學 或者這個中國文化 這個怎樣去面對這個挑戰呢 就是這個 就是去到後來就有這個明代理學的興起 明代理學 就重新 這個 講回這個 儒家的學術文化 那麼當年 上次也提過 在民間那裏 就是有這個所謂的全真教 就是這個 維持人民的道德生活 這個就是民間 那麼接下來就是這個 知識分子裏面 就是有這個明代理學的興起 這個就是中國文化 應付元朝挑戰的回應方式 那麼中國文化遇到過五次的挑戰 也都作出回應 那麼現在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那麼我們遇到第六次挑戰 第六次挑戰就是清朝的時期 來到清朝了 明朝亡國之後 那麼就因為明末的時候 以後內政就很差的 這個 又是相當之腐敗 這個 那麼當時有很多樓扣 這個 那麼就 是攻打到進去這個 京城那裏 那麼不止劉寇 那麼後來還有這個 這個 滿清 外族 入關 那麼結果就被這個滿清 就跟元朝不同 那麼就是因為這個清代 這個最初的幾個皇帝 他雖然征服了中國 但是呢 他們呢 相對地呢 是能夠統治中國的 那麼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呢 他們呢 征服中國的同時呢 是同時又學習這個中國文化 不過 這個 清初的皇帝 這個 這個 到了雍正 的時候呢 他就把這個大權 集於一身 然後呢 又大興文字獄 摧殘很多這個讀書人的士氣 這樣呢 當時的讀書人呢 因為他們其實呢 明末清初的時候呢 其實都是繼承 這個 明朝的 講這個 宋明理學的精神 那麼 所以當時那些知識分子呢 清初的時候呢 都是相當有這個 氣節的 這個 這個 有一個讀書人的風骨 這個 所以他們呢 都會講這個 所謂民族主義 會講這個 移下之變 認為這個 外族統治中國呢 是不對的 所以 這種精神呢 正正就是由這個 宋明理學那裡 一直延伸下來的 面對著這種精神呢 這個清朝要統治 中國人呢 是很麻煩的 這個 外族統治中國人 所以他一定不能夠 給你們呢 繼續講那麼多 這些 中國文化的 宋明理學的 內容的 這個 所以呢 他們會大輕民自獄 雍正時期 大輕民自獄 不過呢 雖然一方面呢 大輕民自獄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都呢 這個 會用這個 懷柔政策 這個 譬如這個 雍正他自己都去講漁學的 這個 他自己都講漁學 他自己都寫了一本 叫做大義國迷六 走去 和這個 其他的學者一起 走去講漁學 這個 這個講法 他也是由漁學 來講這個世界大同 他嘗試 用漁學的講法 不過呢 是講這個世界大同 這樣 外族都沒有所謂的 這樣 外族都可以統治的 這樣 用來駁斥 當時那些 讀書人所講的 所謂的 疑下之變 這個 這個 學蟹人 和漁學 是啊 這個 現在的説法 學蟹人 是啊 譬如當時這個 呂劉良的弟子 曾正 就是很著重 講這個所謂的 疑下之變 所以這個 雍正 就特意 寫這個 《大義國迷六》 走來這個 駁斥他的講法 這個 所以這個 雍正這本書 這個 表面上 就很講這個 道理的 這個 講漁學 或者講這個 薄斥這個 疑下之變 這樣 這個 跟你討論的 這個 他呢 是都要想 令到這個 曾正 自己認輸 這個 我講道理 講贏你 這個 這樣 要 這個 所以他這個 還要這個 大謝 曾正 而視 我多麼寬大呢 這樣 一方面我又對你很寬大 一方面 道理也都講贏你 這樣 不過 雍正 始終 都是一個 一個 這個 所謂這個 這個 興起文字獄的 一個 獨裁的皇帝 始終都是 所以他最後 仍然都是把這個 這個 真正的老師 這個 呂流量 拿出來 變詩 這個 所以其實這個 雍正 他的 做法 正正就是想 用理學 來打擊理學 他就想 用他自己所講的 所謂中國文化 的手法 來摧殘中國文化 這個 想用他的方式 這個 來講 你們那些 講中國文化 講法 是錯的 講得不好 這樣 所以 他用這種方式 來去 對待中國文化的做法 的手法 就確實 是比這個 元代的皇帝 高明些 因為元代 就不會做這些 元朝的時候 那些皇帝 就只是把那些 讀書人 把那些儒家的 學者 把他的地位 放到一個 在這個 排到很後 就是這樣 分為不同的階級 把他放在這個 昌憂之後 這個 完全不跟你講 這個 用行政手段 把他壓低 就是這樣 簡單很多 用行政 軍事 武力 把他打壓 就算了 然後 雍正 就高明些 他嘗試 跟你討論 希望 他嘗試 用他自己 所說的那些理 來壓低你 來打擊你 所謂中國文化的 講法 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 中國文化在清朝的時候 他所遇到的挑戰 可以說是比元朝更進一步 因為這個 雍正的手法是更高明些的 這個 這個中國文化在清朝的時期 他面對一個這樣的挑戰 面對清朝的統治 面對這個 清代皇帝 對這個 中國文化的打擊 那麼 清朝的學者 是如何去回應這個挑戰呢 那麼 清朝的學者 最初的做法 就是這個 所謂就是埋手書堆裡面 這個 這個 因為我們看到了 清朝的學者 他最 輕盛的 或者這個 做得最多的學問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所謂 文字考據 的一些 學術工作 這個 所謂這個 撲學 文字考據的功夫 訓股的功夫 那些 做了很多 這個 這樣 慢慢 就不講這個 宋明理學 所以 清代的學術 和宋代的學術 宋明理學的學術 是不同的 宋明理學的學術 很多那些 異理的發揮 這個 但是清代的學術 就是講這個 所謂文字訓股 考據 那些這樣的功夫 不講宋明理學 不只不講的 基本上 清代的學者 他們那個 學術的方向 是 反宋明理學的 是一個 反宋明理學 就是 他們覺得 宋明理學 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 這個 宋明理學 經常講理 會變成一種 所謂 以理殺人 這樣 不好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像戴忠元那樣說 戴忠元說 他反對 宋明理學 正正就是認為 這個 這樣說法 是 我能夠以理殺人 其實他這個說法 就是用來 影射 這個雍正 雍正 正正就是 說他自己說的 就是你 說他說的 是你 你們宋明理學 那些 你們那些 清代 清初的學者 說的 不是 我那個是 通過我這個你 我可以殺你 沒有問題 這個 所謂以理殺人 這個 宋明理學 又是說你 這個 宋明理學 經常講你 尤其是講天理 很多這些問題 其實 因為 根本宋明理學 發展到 這個 明末清初 確實是出現問題 所謂的 所謂的 宋明理學 的流弊 就是 太強調 講得太多的 所謂的 心性的問題 講天理 心性的問題 所以 變成很多時候 空談心性 講了很多 警戒的問題 這個 這樣 就 出現一些流弊 所以 清初的學者 就很多 反送明理學 大東元 其中一個 就是 反對送明理學 結果 很多學者 就去做 這個 撲學 或者這個 所謂的 考具訓股的文字 工作 這個 問題 就是 其實 這些 清代 學者 他們 去做 文字 考具訓股的工作 他們 這種 文化 生命 是沒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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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 有一點 不明白 就是這個 宋明理學 其實 固然 當時 發展到 明末清初的時候 出現流弊 但是 整體的 宋明理學 其實 是 要建立一個 一個 中國 一個 文化的 精神 的一種 一種 大方向 建立一個 中國文化精神 一種 挺立起 中國文化精神 的一種 方向 所以 其實 這個 應該 繼承 宋明理學的 說法 但是我們要矯正 宋明理學的 流弊 這樣的方式 但是 結果清代的理學家 或者清代的 那些 學者 他們 就走去做 這個 考據訓股的工作 這樣 就變成一種 這個 在文化生命 的 方式 來看 他們這種生命 是沒有力 是沒有力 的 在文化的 是在學術文化方面的回應 另外一方面的回應 要回應清代的外族統治 的 一種方式 就是這個 所謂中國的民族主義 這個民族主義 就是強調這個民族感情 強調這個民族感情 強調這個民族感情 這樣 最重要的代表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這個 洪秀全的太平天國 洪秀全的太平天國 他就是 以這個 反清的革命 做這個旗號 這樣 這個反清 正正 就是表示一種 中國民族主義 或者中國一種民族的感情 因為當時其實中國人 基本上就是想反清 所以 一打開這支旗 很多人就追隨他 這樣 這個就是一種 中國民族主義的回應 這個 不過這個太平天國 也有很多問題 這個 就是這個太平天國 他雖然用這個民族主義 來去這個 民族感情來去回應 但是他的文化的內容 就是這個來自西方的 這個 他就借用了 這個 一種不正統 或者不是很正式的 一種基督教的內容 來去講 所以 這個 變成 他就用了這種 外來的一種文化 來去想說 取代這個 中國文化 變成 所以他那裡也出現問題 那結果呢 那怎樣去 這個太平天國的遭遇是怎樣呢 結果就是這個呢 由這個 曾國凡 羅澤南 他們所代表的 一種 討伐太平天國的人 而表現 那其實呢 曾國凡 他們 討伐這個太平天國 這種表現 其實他們是代表了 這個 中國文化 他想要保護中國文化 或者維護 中國 傳統文化 的一種力量 其實呢 他們的精神 就是由 宋明理學 那裡來的 由 宋明理學 那個 文化倫理精神 那裡 表現出來 來維護中國 傳統文化 所以呢 才去 對付這個 太平天國 那所以呢 當時呢 就出現這個 太平天國 和這個 討伐太平天國 兩股力量 這兩股力量 都有很大的 氣力 這個 都有力量的 這個 那結果就是這個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 太平天國的革命 因為他的文化原則 是來自這個 不正式的 基督教的 講法 他這個 講法 講這些 什麼天父天興 那些 另外那些很多原則 都不是 這個 中國傳統文化的 那些 內容 所以 整體來講 太平天國 他那個 制度 或者他那個 原則 完全都不合 中國文化傳統 所以結果就是這個 由中國 曾國藩 羅澤南 他們呢 的軍隊 就是代表著一種 維護中國 傳統文化的 一種精神 來討伐他們 不過呢 問題也是一樣 就是這個 那麼 曾國藩他們呢 雖然是代表著這個 傳統文化 但是呢 他同時也是代表著 清朝的統治 他們始終都是清朝的官員 來的 一方面 也都呢 維持了這個清代的統治 所以呢 也都 曾國藩他們也都不符合這個 中國的民族主義 所以 兩股力量 對抗 一股力量 就不符合 中國文化傳統的精神 一股力量 就不符合 中國民族主義的精神 這樣呢 兩股力量 就在這裏 對抗了 最後結果呢 就是這個 中國的煩惱振能 他們就打敗太平天國 所以呢 我們可以說 是表現出一種 中國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勝利 因為他們是維護了中國傳統文化的 但是 另外一方面呢 就依然是維持這個 外族統治中國 所以呢 可以說 這個叫做 中國民族主義呢 仍然都是 未能夠伸展出來的 未能夠這個呢 進一步有所發展 所以呢 結果呢 要去到後來 辛亥革命呢 才能夠完成到這個 中國民族主義伸展的要求 這個 這個才是由中國人 來去統治中國 而不是由這個 外族來去統治中國 這個 所以呢 整個清代中國文化的挑戰呢 這個 如果我們看回這個 曾國藩所代表的這一股力量呢 就是想說要維持這個 或者維護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的 這方面呢 他們是成功的 而這個 要完成中國民族主義的要求呢 這個要求呢 就是要去到 辛亥革命 才成功 但是如果由這裏看上來呢 中國文化的精神 對清代的挑戰呢 去到辛亥革命為止呢 這個挑戰 都可算是成功 這個挑戰的回應 對這個挑戰的回應呢 都可算是呢 成功了 因為一方面 維護到中國文化 一方面呢 也伸展到這個中國民族主義 這個第六次的文化挑戰呢 都可算是成功的 好了 這個 不過呢 我們都看到 中國文化 遇到那個挑戰 和回應 這個確實是一次比一次的艱難 這個 不容易過去的 不容易應付的 這個 中國文化呢 也是一次一次這樣 來回應它 這樣呢 這樣呢 文化的發展呢 其實呢 就不會停下來的 這樣呢 所以呢 就一路會繼續發展 來到我們 現代呢 其實呢 我們就會出現 現在所謂第七次的 中國文化 所遇到的挑戰 就是這個 中國文化 我們是當前 現代 所遇到的挑戰 是怎樣 而這個挑戰呢 其實仍然 在這裡 進行中的 是在等待著 我們現代的中國人 去回應 這個回應呢 是未曾完成的 這個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 要講的 就是 到底我們現在 當前所遇到的挑戰 是甚麼 和我們 應該去怎樣回應 因為未完成 因為現在問題是這個 所以呢 問題就是我們現在 應該怎樣回應 我們回應 那個道路 它的方向 應該是怎樣 我們能不能夠 借監 我們之前 中國文化 所遇到的六次的挑戰和回應 而能夠去知道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 未來的 第七次的 這次的挑戰和回應 到底我們應該 怎樣去回應呢 這樣 這樣 這個不容易的 剛才都講過 因為呢 我們其實 所遇到的挑戰和回應 是一次比一次嚴重 一次比一次強烈 所以這個回應呢 其實呢 是越來越困難的 這個 所以這個 雖然 以前那些 都可算是成功 但是我們 今後 怎樣才能夠成功呢 我們這個挑戰 是相當大的 怎麼才能夠成功呢 這個是不容易的 這個 這個 上天 給這個 中國民族 中國文化 有些這樣的挑戰 其實就是要考驗我們 我們 到底 如何去面對 這個 這個問題 那 所以 這個 下次呢 我們就會 講這個 中國文化 當前 所遇到的 挑戰是什麼 還有呢 應該有一個 怎樣的方向 來回應 我們下次會開始 嗯 好了 今集的 時間差不多了 好了 下次見 拜拜